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成對樣本體檢定 請大家打開範例檔 或者是打開禁一般代為我們準備檔 接下來我們要來操作的是 請按點選分析 在這地方分析 往下拉有個比較平均數 接下來呢 我這邊有個成對樣本體檢定 點一下 那我們這邊要操作的就是 將學歷當作第一次的 期中考成績 然後呢 將年資當作呢 第二次的期中考成績 首先將學歷 點為變數1 點選年資 變為變數2 這邊變數1變數2 按確定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跑出三個表格 跑出三個表格 那現在請大家呢 一樣按照上次的教學 就是按住Ctrl鍵之後呢 點選三個 接下來按右鍵 然後匯出 選擇Excel檔 然後這邊檔案名稱自己檔 最好存在桌面 最好存在桌面 按確定 我們看一下 這邊呢就是有一個呢 我們所有的表格 所有的表格 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要完成了 表12知識 表12知識 請大家到icon上面下載 表12知識空白檔 點開它之後呢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在哪邊呢 平均數在這個地方 一樣 按Ctrl-C 貼上就好了 不好意思 抱歉 請把它全部反 全部反白之後 按Ctrl-C 這樣就好了 好 好 來 因為老師的題目 在老師的課本上面呢 它是呢 取到小數後 第二位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處理 等一下再處理 好 來 接下來呢 標準差 在這個地方 標準差 按Ctrl-C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全部反白之後 按Ctrl-Win 好 平均差異 平均差異在哪邊呢 好 平均差異在哪邊呢 好 平均差異在這個地方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在這個地方 好 來 那我們拿Ctrl-C 貼上 T值的話呢 T值在這個地方 T值 按Ctrl-C 一樣 好 貼上 就完成了 表格了 那接下來就是呢 課本上呢 老師所講到的 姜呢 它是小數點後 二位 所以呢 把這邊全部砍掉 進一 好 因為呢 它是呢 零零 所以直接砍掉 那這邊呢 小數呢 這樣取到呢 小數後 是第四位 發現第三位 1.44 1.44 這邊呢 2.10 後面全部砍掉 這邊呢 因為它是5 所以進1 變5 後面全部砍掉 這邊呢 因為它是呢 4 所以直接砍掉就好了 好 所以呢 就得到了所有的 表格 喔 表12-4的所有表格 好 好